当搜完一喷一剧的小星 信心满满的准备屠杀龙几关时 不料刚与敌人照面就被嘎了 紧接着 复活后的小星便在城墙上 默默的当起了老六 在看到两队人激烈的拼杀时 躲在一旁的老六导师小星 还不住夸赞着选手 很快对面打的就只剩两名敌人了 此时的小星便开始传授观众 如何做一个合格的老六 不要着急 稳住 我跟你讲这个时候一定要稳住 经过一顿狂空乱炸 最后一名敌人竟然将淘汰王击杀 导师便又确定了一下区域人员 仅剩区域人数两个 因自己从始至中都没有移动 所以小星便向观众讲解 敌人肯定不会发现自己 并叮嘱观众 此时千万不能着急 不要着急兄弟们 为将观众培养成为合格的老六 小星以一句俗语 安抚观众此时蠢蠢欲动的心情 螳螂捕蚕王雀在后 现在我们一定要冷静 好吧 看着还在舔包的敌人 老六导师小星 在传授完 怎样做一个合格的老六后 又立马向观众讲解 老六的最高境界 当了老六的最高境界 就是敌人从你旁边落过 你都要打了 果然敌人还是沉浸在舔包的快乐当中 丝毫没有觉察到 附近的一双眼睛 时刻盯着他 对此看准时机的小星 上去就是一缩子 紧接着 小星便以舞蹈的形式 庆祝一下自己的分工伪计 并嘚瑟地向观众 询问一道千古难题 我是什么 我是什么 看着自己的一节课程上的 如此完美 小星还不忘询问观众 有没有学会 学会了没有 但只拿一个人头 就轻松拿下龙几关 难以服众 小星便又开始忽悠观众 打游戏不仅要靠技术 自己能一杀拿下龙几关 那就说明了一件事 说明这个游戏 只需要动一下脑子 可有的观众不被忽悠 直接说到了重点 这使得小星一气之下 竟撞到了树上 说明你是老六 我怎么可能是老六啊 家人 对这种不听话的观众 小星当即就把 没有认真听讲的帽子 扣在了这名观众的头上 你很显然没有学到 我这么细节教学的 好吧 未向观众证明 自己那叫计谋 并不是和屏幕前的你们 这群真老六一样 小星立马拿出一开始 就藏好的物资 作为证据 老六会去藏东西吗 你就告诉我 老六会不会藏这个 不会藏吧 随后驾驶站车 来到圈内的小星 立马便锁定了一样金马 有金马的人 他一定有实力 对此 小星迅速迫降飞机 并查看着对方的行动轨迹 借此判断敌人的实力 可却没想到 对方竟是自己人 是你啊 你妈吓我一跳啊 于是 小星便前去打起了招呼 哥 咱们正常打游戏都能撞到啊 缘分啊 在听到对方说是缘分 小星表示 一百个不信 是不故意的 我故意的 我真的 我告诉你 我真的就是 直接就是打游戏撞你的 我要故意的 经过一阵寒暄 对方自称 即将成为淘汰王 我擦一个头就淘汰王了 听到此话 吓得小星立马选择了跑路 你擦一个头就淘汰王 我赶紧的 那若是对方踩着自己的人头 成为了淘汰王 自己起步成了效果 那么大家能猜出 这小子是谁吗 很快来到歪城的小星立马 便在房顶发现了一名敌人 随即便给观众上演了 一波天降老六 我这位细节跳到这个房顶上 他给你们知道 只见小星在落地的同时 迅速地将敌人击倒 紧接着又来了个战神起跳 来吧战神起跳 紧接着敌人的队友也围了过来 对此小星在将敌人打残后 迅速地丢出投掷物 就在小星前去忙之时 敌人直接就被烧死 而另一名敌人 也在这时对着小星扫了过来 已经掉血的小星 立马翻进房里 使用加特林加血 借此吸引敌人过来 可敌人比较保守 并没有忙过来 对此小星立马使出武当绝学踢云纵 直接来到了隔壁楼 而此时刚刚的那个紫色裤 也驾驶金马马了过来 哪知刚到这里 就被敌人穿了 他被打死了 我操 紧接着小星立马丢出铝热弹 并同时驾枪封住敌人逃跑路线 保过来死了 我想帮你呢 面对着还有12名选手 外加淘汰王已经没了 小星便让观众猜测一下 自己能懂事迹 对吧 你们说我会不会自己 大胆地说出来好吧 很快 小星又在一处假车库旁的三层楼 发现了两名敌人 在小星的一顿狂轰乱炸后 敌人依然躲着不动 对此小星立马开始教学 如何对待此等打法 我这拉不墙线 直接把这个人聚到 然后再骑身就过来 吉利福肯叫再拉 再拉到同时 我直接给吉福打死 我就直接双伤了 果然绕到敌人背后的小星 迅速地将一名 躲在屋后的敌人击倒 紧接着便忙了上去 通到房里的小星 立马撞上了二楼下来的吉利福 对此翻出窗外的小星 迅速地掏出燃烧瓶 在将自救起来的敌人 再次烧倒后 见时机成熟的小星 果断地绕到屋后 成功将敌人灭对 好像 虽然这波有点复杂 但是全是细节 银打这两名敌人 消耗了过多的投掷物 于是小星便向观众 讲解敌人的不足之处 这波他们输就输 再不会用投掷物 直播间的观众朋友们 有不会用投掷物的吗 有不会用投掷物的 来跑个椅 随后翻出窗外的小星 又从盒子里 找到了一个跳跳雷 于是小星又向观众 讲述跳跳雷的用途 这可以给别人过生日 知道吧 看到好多观众 都不会用雷 于是导师小星 又开始教学大家 如何正确使用手雷 投掷物呢 我们只要拉到这里 丢对吧 好 因为它有个虚线 知道吧 蹦死 在将敌人炸倒后 小星立马讲述了七元 他不躲的话 这个雷炸不死他 他一躲 他正好就踩到我雷了 是不是 有很多时候 你们是不是也这样 经过一波激烈的火拼 小星成功地 过五关斩六将 杀进了决赛圈 此时场上 就只剩一名敌人了 小星便给观众演示 跳舞手雷的用途 果然来到敌人跟前的小星 趁着敌人不注意 直接给敌人过上了生日 奈何今天却不是敌人的生日 被吓了一跳的敌人 立马翻脸 紧接着 敌人便对着小星 丢出一个啤酒瓶子后 又疯狂丢出闪光盘 看着对方的牛脾气这么凶 小星也不敢玩下去 随即一枪将其拿下 尸体 他来一句这是什么呀 好呀 好呀 换你 好呀